有人说慢食是有钱人的生活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日本人把从田里采回来的 萝卜生咬一口 然后说好甜 那个滋味是慢食 那么在京都有名的汤豆腐 只用昆布熬做汤底 豆腐不沾任何的酱料 那个原味也是慢食 腌制的白萝卜或咸菜也是慢食 我认为品尝慢食是一种鉴赏能力 就好像设计一样 看过最好的设计 我们才懂得好的设计会散发出什么样的味道 也许我们不善料理 但是却可以培养这样的鉴赏能力 去欣赏慢食当中的矿味 所以这个周末就为自己寻找一下 专属自己的慢食味道吧 最近看到一部日剧 欣赏料理CNG讲的是在方便的日本 什么都有不需要下厨就有东西可以吃 只要微波一下 连盘子筷子洗碗什么都省下来了 可是却还有一家近百年的料理厅 愿意花时间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 做好日本料理 那么连做味噌汤的味噌 都要一个豆子一个豆子的挑选 那么里面有个故事是讲一个企业家 带小朋友来吃饭 那么女主人端出这些料理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说这些料理都没有味道 于是就拿出番茄酱加在每一道菜上面 那么女主人真的吓一大跳 而且觉得很可惜 这个小孩子将会永远不知道 生鱼片的鲜美 那么我想慢食里面所说的味觉教育 指的就是这个吧 意大利从1993年开始 每一年夏天就有一个星期的美味粥 那在那一个星期呢 平常只吃得起汉堡或披萨的年轻人 就可以到一流的餐厅去以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下的价格享受富有红酒的套餐 那么在小学或者是中学校也有请来特别的老师 例如是一流餐厅的大厨或是制作起司的达人来讲课 这样的味觉教育真的很令人羡慕 Slow Food Movement 慢食运动来自意大利 它最主要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是保持食物的传统及多样性 那么透过慢食希望让我们能够了解跟享受每个地方独特的饮食文化 并且保护这些食物的传统及它的生态 那么连锁店呢只会让食物统一化 而且减少它的趣味性 慢食的第二个目的是连接生产者跟消费者 提供一个好素材的生产者 如果拥有懂得欣赏的消费者的话 就能够继续经营下去 并且将传统的制法传承下去 只有让消费者了解食物背后所花费的人力精神 还有时间以及更重要的文化价值 才能够真的去接受真正的合理价格 慢食的第三个目的是味觉教育 培养对食材还有烹饪的感性知识 透过食物的美味刺激五感及好奇心 因此对于五感争处于发育期的小朋友来说 味觉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